大家好,欢迎回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生活其实早已经被数据化深深改变了 聚小贩中心计犯,大家都用手机扫码付款,几乎不用带现金 办公室里很多同事已经开始用AI工具处理数据,甚至孩子的课余补习 也用上了在线教学和虚拟课堂 但问题来了,你可能不知道 这些表面上的变化背后,其实隐藏着新加坡数据经济的一场半天覆地的革命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新加坡的数据经济在过去,一年狂飙增长了120亿新币 总值达到惊人的1280亿新币,占了GDP的18.6% 这是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每赚6块钱,就有一块,是靠数据化在乘起 而且,这是对整个国家经济命脉的深刻重塑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深挖几个问题 数据化,是如何推动新加坡的经济狂飙途径 哪一些行业,是这波增长的赢家,又有哪些行业面临压力 以及这场风暴对于你个人你的职业,又意味着什么? 第一张,数据经济的隐形引擎 让我们来看看新加坡数据经济增长背后的动力 你可能以为主要是科技公司在推动 但实际上,非科技行业贡献了大部分增长 比如金融与保险业,它贡献了351亿新币的产品 占数据经济的27.4%,尽管增数只有5.2% 却是经济里的压张时 再看批发贸易,这是增长最快的行业 年增数高达34.5% 高供应链优化和电商平台整合上的数据化转型 成了不折不扣的黑马 技造业也通过工业4.0和AI技术 实现了95亿新币的数据化产品 连增数达11.3%,是稳步向上的典型 但并非所有行业都7道数据化的红利 房地产和行政支持服务业每年缩水1.8% 像智能租赁管理这种AI技术的普及 已经在逐渐取代传统联工岗位 总的来说,数据化正在加速筛选行业 帮助有准备的领域发展 同时淘汰掉落伍者 那么,这场浪潮对我们个人意味着什么呢? 接着往下看 第二张高速发展的产业背后 中小企业的数据化力量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有意识的点 中小企业的数据化转型 别小看新加坡的中小企业 他们是数据经济的中间力量 占了整个经济的99% 关键是,他们也竟经历史无前例的转型 过去一年,新加坡中小企业的 AI采用率从4.2%飙升到了14.5% 大企业的AI渗透率更是高达62.5% 换句话说 大多数企业都开始踮起脚尖 想登上技术这趟快车 而另外还有一项数据 超52%的中小企业注册 AI工具帮他们省下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务成本 举个实际例子吧 有一家本地连锁烘焙上 他们用AI来分析 美日门店的销售数据和天气情况 预测未来的订单需求 结果呢 不仅库存浪费减少 成本下降了30% 类似这样的案例 现在在中小企业里是越来越常见了 于是问你来了普通人 普通员工 会如何被这些快速发展的数据工具改变命运呢 这里我们就得聊聊员工技能 以及相关技能对我们的极其影响 第三章 科技岗位为何全民精强 随着数据化的快速发展 新加坡正迫切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 而科技岗位的快速机箱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 来给大家点赶我数据 2024年 新加坡的科技相关岗位将达到21.4万个 同比增加近6000个岗位 但你知道吗 这些新增岗位里 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典型的科技行业 怎么回事 别提我们来说清楚 举个例子 金融业和制造业 现在都在急速吸收人工技能 大数据和云计算技能的相关研载 听过量化交易员 或者工业数据分析师吗 这些职业可能五年前还没这么业 但现在已经成了很多公司征奖的头部岗位 科技岗位的魅力占纳 一个字 高兴 科技岗位的月薪中位数呢 高达7950新币 而相比之下全体居民的月薪中位数 只有4860新币 足足多了3000多新币 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换轨做数据分析 AI开发的原因 第四章未来趋势与个人际遇 聊到这里 我们来看看新加坡数据化的未来发展 以及普通人如何抓住际遇 未来几年 新加坡将重点发展巨神AI Embodied AI和Agentic AI技术 简单来说 巨神AI让机器人与现实世界互动 比如机动化配送 而Agentic AI则是让AI技术决策和执行复杂任务 这些前沿技术将彻底改变 行业运作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另一个重点 系量级计算技术 新加坡政府已投入十亿新币 目标适用更强大的计算能力 提升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这些领域一旦成熟 不仅会改变企业运行方式 也将影响个人技能需求 那么普通人该怎么把握机会 答案很明确 实习最有前景的数据化技能 技术门槛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 比如机主的Python编程 SQL数据处理 都能帮你开拓职业性方向 数据显示 AI科学家 数据分析师和云技术 开发者等高新岗位的需求 过去几年增长了400% 未来几年更是只增不减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接触这些技能 可以尝试在线课程 无论你是做销售医生 还是运营一点点数据化经验 都能让你在岗位上脱预而出 关键是现在行动提前拥抱变化 那么最后我们给大家一些小建议 无论你是学生 在职员工还是企业主 现在都不是着急 而是行动的老时候 如果你是普通人 记得尽早学习 Python SQL这些门槛不算高的技术 尤其你能找到很多在线免费可乘 如果你是创业者 不要抗拒AI科技 看看市面上有哪些工具 能帮你更搞笑 执展人士呢 记得去看一眼短缺技能列表 提前规划你的未来 大家怎么看 你是不是觉得 新加坡的数据化节奏 有点太快了 或者你已经开始用 AI工具帮你提升效率了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觉得 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也别忘了点个赞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再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